如果你有不小心把酱汁撒在浅色衬衫上的惨痛经验,就会知道污渍是非常醒目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太阳系里的行星也是一样。 如果天文学家发现行星的颜色或质地有哪里不同,就会立刻进行调查。 因为那里是和其他地方明显不同的特殊区域,照理说应该会有一些特别之处。 这里是Top10频道。 在今天的影片里面,我们就要为各位介绍太阳系中最有名的五个斑点, 便看看它们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奥秘。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大红斑 木星 木星不仅仅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也是具有最多斑点的行星。 首先,整个木星都布满了条纹图案。 它的表面因为不同的气团而形成了交错的条纹。 其次,木星上面有不间断的风暴。 以上的特征导致这颗行星有很多的斑点,即使从太空中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这些斑点之中最著名的就是大红斑了。 大红斑是一个亮橙色的巨大反气旋风暴,规模大小约是地球的两到三倍。 至今为止最精确的照片是来自2017年的诸诺任务。 这台被称为诸诺号的太空探测器,目前还在持续收集相关的资料。 在地球以外的风暴之中,大红斑是太阳系中被研究的最多的一个。 在我们的大众文化里也备受讨论,它根本就是大气漩涡中的摇滚明星。 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其实人类在357年前就已经知道大红斑的存在了。 早在1665年,乔瓦尼·卡西尼在观测木星时,就发现了类似的结构。 天文学家在1713年之前都不断地观察着这个结构,不过在那之后,当时的望远镜也无法再观测到它了。 118年后的1831年,发现了著名的大红斑,之后也一直持续地在观测它的变化。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红斑很有可能和卡西尼观察到的结构是一样的。 另外,大红斑还有一个小秘密。 1711年,一位名为多纳托·克雷蒂的意大利画家在梵蒂冈的一幅画中绘出了大红斑,而且还被涂成了红色。 就和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一样的。 不过,直到19世纪末,科学论文中才首次提到了那个斑点是红色的。 这个时间差的谜团至今都还没有解开。 过去的20年里面,大红斑变得越来越小。 2018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它被其他的反气旋风暴袭击,一部分遭到破坏之后,外观也改变了。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根据专家们的见解,与这些小型漩涡的斗争可以说是大红斑能存在这么久的主要原因。 尽管大红斑在被袭击之后,规模已经明显缩小了,不过风暴内层的风速却加快了。 很显然的,大红斑中心的风暴似乎会持续地存在,不会消失。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海王星的大红斑,它的状况又有些不同了。 大红斑是深蓝色的,它是1989年航海家2号在经过海王星时发现的另一场巨型风暴,规模比地球稍大一点。 根据这艘太空探测器所收集到的数据来看,大岸斑被认为是太阳系中最快速的风暴,让木星的大红斑黯然失色。 大红斑的风速是每小时500公里,而大岸斑的风速则高达每小时2100公里。 之后再次观测到海王星是在1994年。 那个时候,连哈勃望远近都已经没有办法观测到大岸斑了。 说不定它是在害怕被检查是否服有尽药吧? 科学家在之后发现,这样的风暴在海王星上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 频率大约是每4到6年会发生一次,存活大约两年后就消失了。 不过也还是有例外的状况。 举个例子来说,2016年的风暴改变了路线,朝着其他方向流动,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消失在赤道附近。 有一种比较可信的理论是,会出现这种行为模式是由于同一个地区同时发生了另一场较小的风暴。 出于某种原因,海王星的风暴比较喜欢单独行动,不想和别人竞争。 海王星是太阳系中离地球最远的行星,也是唯一无法用肉眼观测到的行星。 当我们仰望夜空时,连小小的点都看不到。 而且,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一艘太空探测器是以海王星为主要目标的。 航海加2号是唯一经过这个行星附近的探测器, 但它是在执行一项更重要的任务时,经过了海王星。 另外,截至2022年为止,人类还没有积极地为海王星的探测任务做准备。 六边形,土星 土星的著名特征不只有巨大的光环,还有它独特的风暴。 在这次的影片中,有两个土星的斑点入围了榜单, 那么我们就先来聊聊六边形吧。 这个六边形位于土星的北极地区, 它的特征就是它独特的形状。 我们敢跟各位打赌,现在在观看影片的观众里面, 几乎没有人能画出正六边形。 要画出正六边形的话,所有的角度都必须是120度, 边长必须与圆的半径一致。 现在大家可以把影片暂停,试着画画看。 应该没办法画得很完美吧? 不过,神奇的大自然却做到了。 而且,这个六边形的大小可是将近15000公里, 相当于地球直径的1.2倍。 在太阳系里面,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现象。 然而,在2020年的时候, 数学证明了这种形状的风暴在理论上是有可能出现在任何行星上的。 主要的条件是中星还有一个巨大的漩涡, 而周围要有非常高速的风朝着相反方向吹。 这种现象被称为反气旋屏障。 大白斑,土星 土星上还有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风暴, 那就是大白斑。 各位应该已经注意到了, 在行星上发现的类似区域通常都会被赋予这样的名称。 大白斑大约每29年就会出现一次。 根据风暴相对于赤道的位置不同, 出现的时间也会有差异。 大白斑还有一个有趣的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在和土星平行移动的同时会横向扩散。 1993年和1990年的时候, 土星又以这种方式出现了另一个环。 大白斑完全笼罩住这颗行星了。 1876年, 阿萨夫·霍尔首次发现了这种移动缓慢的风暴, 并以大白斑的位置为基准, 测量了土星的自转周期。 之后, 每29年就会再次发现大白斑。 直到2010年卡西尼号探测器执行任务的时候, 才终于确认了他的出场时间表。 再次发现大白斑的人里面, 最著名的应该是1933年的威尔海一。 他是英国的喜剧编剧和演员, 同时也是一名业余的天文学家。 当他得知这个再次发现的风暴已经被观测到第三次时, 一定感到非常震惊吧, 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惊人发现。 汤伯地区 冥王星 这支影片的最后一个入围者, 是和其他类型不同的斑点。 这个斑点只有在矮行星上面, 才能算得上是风暴。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冰川, 全长有2300公里, 它被称作冥王星之星, 这个名称很可爱吧。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官方名称, 叫做汤伯地区, 这是以冥王星的发现者命名的。 各位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吧, 这里之所以会被称为星, 就是因为它的形状。 第一次发现这个星是在2015年。 与海王星一样, 因为冥王星距离地球非常遥远, 所以相关研究也很少。 星室野号在经过冥王星时, 拍摄到了第一张画质良好的照片。 和海王星的状况相同, 当时这艘太空探测器 也是背负着其他更重要的任务。 2020年, 有个学者公开了一个理论, 他认为汤伯地区 决定了冥王星的风向, 而且也是影响这颗矮行星地形的 一个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 冥王星之星随着风的吹袭, 沿着心脏的动脉流动, 也许是这次入围者里面 最具失忆的斑点吧。 以上, 本期的影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没想到行星会有这么多样化的斑点吧? 行星的斑点创造了宇宙规模的记录, 为重要的科学发现做出了贡献, 而且还隐藏着尚未解开的谜题。 这些谜题也让我们有机会 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再次相见。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宇宙 和隐藏在宇宙中的奇妙奥秘, 一定要订阅本频道, 还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期待下次影片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